奇怪 公寓怎么每个信箱几乎都有 到处一大碟服务处收回来的选举传单 里长好傻眼 看看上面 狂赫 领容里长 高票同合当选 下面一行 抢救高雄市议员请支持陈若翠 传单底下署名陈若翠 但里长其实并没有特定的支持对象 票还没投出来嘛 这样会造成李敏觉得说怎么会是狂赫 他会认为说你还没投票 你就在狂赫 你在挑拜什么 名词被议员拿去使用 印在传单上事先没征询 本人也没同意 里长本身无党 只要理念相同都力挺 门口也挂着好几名蓝绿议员的海报 看到宣传单支持特定议员 他很怕被误会 全力支持他跟我 将会让里面也会联想到说 我是唯一支持他 将会造成我很大的麻烦 不止一位里长划糖里 曾经里长也有相同困扰 里面也说到这份文宣 一样是议员支持陈若翠 狂赫里长高票同合当选 控诉议员没有经过同意 直接挂名很不应该 上面呢我们也没有任何的一些 攻击抹黑 也没有伪造事实 什么都没有 我们就是祝贺里长 因为都是同合竞选的里长 甚至于呢 他们竞选总部成立的时候 我们还去那边高喊 动算动算 我还送了花盆送了花篮 为何没有经过里长同意 挂名印宣传单 陈若翠没有正面回应 只说文宣没有攻击抹黑 也祝福里长高票当选 但里长担心传单会影响选情 已经到派出所备案自保 三零兄车上杨红属珠 高雄报道